聖誕節準備來到 合併町一間幽靈性的小孩 今天到合併町公室補家音 看了一段五十個小孩來拜訪 合併町然後覺得也打扮著聖誕老公公 歡迎每個小孩一個小禮物 希望他們能夠開心過節 合併町然後覺得打扮著聖誕老公公 要那個禮物台出現在聖誕公室大天 就跟小孩一起唱歌跳舞 現場氣氛是相當勞烈 非常感謝我們森巴羅的縣長 然後帶領我們所有的師生 來跟我們到公所來報佳音 在我們聖誕節的一個前戲 然後我們知道這個活動 大家小朋友非常的喜愛 然後藉由這個活動的一個辦理 然後讓小朋友更體會我們佳姐的一個習性 然後也讓我們能夠再接受我們小朋友的報佳音 讓我們的聖誕能夠推行的更順利 聖誕老公公在聖誕公室大天 祝福人健康快樂 聖誕節雖然是聖誕有節日 但在世界傳的概念之下 已經成為全Q性的活動 民眾都會在這個期間 基本上關活動 尤其是小孩 由令人就有這樣的活動 讓小孩了解 分享和為生的觀念 真是最重要的 新春華新聞里面紅和美 插紅報道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